美國國務院10月19日宣布 制裁違反伊朗禁令的中國籍人士和實體 包括5間香港公司 媒體發現其中有4間公司的董事 都是同一個人 而且他還在香港擔任著37間公司的董事 其中部分公司早就有被指控暗通伊朗的記錄 這顯示相關集團多年來一直在利用香港做白手套 美國國務院10月19日宣布 將兩名中國男子和6間中國實體列入制裁名單 其中包括5間香港公司 他們被指控在知情的情況下 核受制裁的伊朗船務公司伊朗航運交易 為當地航運業提供重要物資和服務 並協助伊朗航運逃避美國制裁 多家媒體報導 這5間香港公司中 有4間公司的董事都是同一個人 上海居民神用 自由亞洲電台說 他們調查發現神用在香港37間公司擔任董事 其中部分公司早就有被指控暗通伊朗的記錄 換言之 相關集團已利用香港做白手套多年 例如 神用任董事的King Power Holdings Limited 就曾被華爾街日報曝光 2011年間曾持有19艘被美國制裁的香港貨船 當年香港海事處因制裁事宜 曾終止涉事19艘船隻的香港註冊 報導還說 這次被制裁的4間公司地址都是上環的一個商煞 但記者到訪發現 這裡只是共享辦公室的單位 不到100尺的空間空空如也 之前備受關注的華為孟晚舟事件 也是由於通過香港註冊公司和伊朗做生意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表示 中共政權本身敵視西方世界 因此長期以來一直司機破壞規則 一直是國際上恐怖主義國家集團的背後堡壘 其實現在透露出來的一個人 一個人在香港註冊37個公司 幹嘛呢 他就完全是在玩弄這些法律 以及對外就是一種眼而耳目的做法 這些人 這些公司 其實都是中共自己的人 或者是被他們收買的人 而且我們也知道 像中共在巴拿馬文件當中 被披露出來的腐敗 以及在瑞士 他們存的那種大量的財富等等 所有這些事情 實際上都是相關的 中國問題學者薛馳表示 其實美國早就知道中共利用香港做白手套 和伊朗或北韓暗中交易 像這樣的事情 早就有了 所以美國政府不是說今天才知道 那為什麼今天才暴露出來 就是因為川普上台之後 這個整個的對華政策 已經一個根本性的大力轉 而中共在2012年之後 今天上台之後 它的全球野心進一步膨脹 所以這個碰撞是非常激烈的 近年由於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 美國已經取消對香港的特別待遇 評論認為 今後類似這樣的白手套公司 會越來越困難 美國現在制裁伊朗 而伊朗跟中共有巨大的利益關係 中共在明里是反對制裁伊朗的 在阿里跟伊朗還有勾結 中美就圍繞伊朗問題 會產生直接的對抗 目前美國這次制裁 只是一個戰術行動 就是警告中共 我是做尊格的 再做下去的話 美國的後續手段會非常的嚴厲出探 其中就包括把中共與伊朗進行交易裡面那些企業的 從國際金融體系把它踢出去 中共它在香港做了幾十年布局的 它的那些虛假的公司 虛假的產業 現在等於說大白於天下 也不再可能再通過什麼 把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港 自由港來對待 所以中共肯定是在整個的國際貿易當中 會越來越失守 越來越弱勢 薛馳表示 其實中共的白手套還不止在香港 另外還有兩個地方和香港發揮著差不多的作用 一個是臺灣 另一個是新加坡 中共滲透當地商界人士 或利用他們的渠道進行操作 美國對這些還需長期觀察